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震动东京 戴林是个资深宅男,已经11年没出过家门了 他讨厌和人接触,也讨厌接触阳光 不愿出门打工的他,依靠父亲每个月信封寄来的钱,生活度日 他将自己的时间用在了阅读和整理房间中 偶尔看看时针的走动和阳光的变化 他喜欢阅读,家里的书堆积如山 而关于整理房间,他有点收集癖好和强迫症 用过的侧纸卷筒,必须整齐的马下角落 也会将吃过的披萨盒全部堆整齐 星期六是他固定吃披萨的日子 每次他只会打开半扇门,低头看着地板完成交易 因为他害怕只是他人的眼睛 而这天,他却在低头时看见了送餐员,幽子的腿,忍不住抬头 发现对方居然是个长得十分可爱的女生 11年来,第一次与他人的眼神交零,让大林有些紧张 突然,地震频发的日本发生了一场小地震 幽子在晃动中突然昏倒在地 地震过后,大林看着幽子有些好奇而不知所措 紧张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而后他躺在地上静静地看着幽子 但无论他做什么尝试,幽子就是醒不过来 突然间,大林发现他身上有许多的按钮 而大腿部位正好有个开关按钮 大林试探般的一按,幽子却真的睁开了双眼 他为大林表演了一个生断拇指的小魔术 并指出大林有个披萨盒放到了 随后便骑车离开了,自这之后 大林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整整两天,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一心想着有趣的幽子 随后他点了原本只在周六才吃的披萨 希望再次见到幽子 可送餐的却是个大叔 大林鼓足勇气问话才得知 幽子也是个资深的老宅 现在干不下去,随时回家宅着了 在大叔离去前,大林再次鼓起勇气 要到了幽子的地址 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找幽子 他穿上鞋打开了门,外面的阳光明媚 他却站在门口犹豫不决 迟迟不敢迈出去一步 就这样他在门口从白天待到了晚上 第二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走到了阳光下 他记着幽子的地址 想坐电车却挤不进地铁站方向 想坐公交又忘记了带钱 于是便找出了自己多年前的单车 不想单车搁置太久 已经报废,骑不了了 这时他回头看了眼自己的房子 才发现房子外已经长满了杂草和藤蔓 回过神来,大林决定跑步去幽子家 却发现沿路的房屋都门窗紧闭 路上空无一车 人影更是没有一个 除了送餐的机器人 整座城市空旷而冷清 只有大林奔跑在街上 他透过窗户看见房屋里 那些畏惧怕生的面孔 仿佛看见了房中的自己 大林找到了幽子 他大声呼喊着他 可幽子听见声音 反将窗户给关了起来 一阵剧烈的阵感袭来 紧闭着房门的人们 终于打开房门逃到了街上 可振波过后 人们又退缩到了自己的房间 大林看见正要回家的幽子 一把揪出了他 在他想挣脱时 大林按下了他手臂上爱情的按钮 幽子望着大林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幽子不再挣扎 两人默默注视着对方 心正猛烈地跳动着 随着下一场地震的晃动袭来 爱情在他们之间萌芽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中对宅的刻画生动而细腻 尤其那座空城让人心惊 有些时候我们免不了 会有避世艳俗的心理 比起与他人沟通 更宁愿处在自己的小世界 乐在其中 但我想其实所有的生活方式 都没有对错 只是不禁猜想 要是有一天人失去交流 整座城市会不会无声地可怕呢